来大陆就业创业正成为越来越多台湾人才的选择 5月13日,福建师范大学第二届海外英才论坛在齐山校区举行 此次论坛面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 共收到来自全球近330余份报名材料 经评定筛选,由中选优 最终,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57所知名学府或科研院所的58位青年英才餐会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台北的郑嘉全 他的本科研究生阶段在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就读 在上海体育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两岸之间一家亲 而且在大陆这边的话 就业、就学、生活各方面我认为都是相当的好 例如说台湾人可以到这边来就业、创业等等 那么各方面的这个资源我都认为比以往还要再提高相当的多 郑嘉全告诉记者 随着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一系列举措出台 让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台湾人才打算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生活 我希望一直在这边 然后就是说可以支撑啊 或者是各个方面都能够就是说 长期的在大陆这边在发展 稳定发展下去这样子 跟我的父母啊家人或者是朋友之间都会来谈到 那他们也认为说我现在的发展都非常的好 那他们有机会有意愿 那也都希望过来这边来玩来看看 来自台湾高雄的游启良毕业于美国休斯顿大学 获得该校课程与教学学习科技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教学媒体设计与研究 因为福州福建跟台湾特别近嘛 因为福建这个这个池吧 福建浙江在我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就蛮熟悉的 但是一直没机会过来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其实真的跟我的生活环境很类似 特别是在海边嘛 海边城市气候方面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未来空间还是还是蛮大的 所以刚好在面临自己一个生涯的规划的一个 特别是一个转捩点的时候 我对未来发展这个机会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蛮好的 当天参加论坛的海外英才 参观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展览馆 考察学校教学科研条件 接下来英才们还将参加学院分论坛 进行相关学科领域的深入交流探讨 并掐谈工作意向协议 如果一个学校的教师能有国际化的视野 从不同的方面来就是利用 就是整个教育的资源来培养我们学生的话 会更好一点 希望就是我们的教师队伍是多元化的 而不是很单一的来源 给大家吃饭了 是一个教育的资源 谢谢大家